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速发展,走上腾飞之路,因此坚持40年至今,再比如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,使得其200年繁荣,因此美国至今还在坚守,但是对于伊朗来说,却本质不同,伊朗曾是中东地区最发达的国家,富裕繁荣,为何革命后却开历史倒车,直接倒退成宗教国家呢? 这到底是为何呢?真实原因有三点,在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,伊朗成为美国最为坚定的盟友,为此美国和英国大力贷款支持伊朗的现代化建设,为此当时的伊朗从60年代开始就推进了白色革命,进行社会体制的全面改革, 巴列维将全国土地分给普通百姓,同时修建现代化的铁路,公路等设施,着力发展经济,同时利用石油财富,推动百姓收入增长, 而且巴列维在全国推行免费义务教育,并且为每一位学生提供一顿营养餐,这在当时世界上绝对是先进国家才能做到,很多发展中国家到现在还没实现呢? 我国即使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,也没完全实现这个标准,不光如此,巴列维还解放伊朗妇女,允许妇女解放,出门不带头巾,甚至可以穿比基尼,而且妇女可以参加工作,参加选举, 这在当时的整个阿拉伯世界,都是独一无二的,到现在阿拉伯国家都还没做到,除此之外,经济发展,收入增长的同时,伊朗在美国的帮助下,建立了强大的军队,全服套美国的先进装备,军队实力在中东也是无可匹敌的, 当时的伊朗,可以说是中东最发达,最繁荣的国家,也一点也不为过,但是1979年,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,为何革命后,伊朗彻底倒退,成为政教合一的神权宗教国家呢? 其实主要缘,因是三点,第一,教室阶层的诗意,巴列维的改革,完全的世俗化和自由化, 虽然使得国家发展,百姓富足,但是却让伊朗庞大的宗教教室群体集体诗意, 尤其是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顽固势力,他们的影响力在巴列维的改革下,几乎完全丧失, 他们以前享受的权力被剥夺,地位一落千丈,这使得他们成为改革的最强烈的反对者, 而当时的教室,因为掌控教育,因此,他们就开始不断地宣传,抹黑国家和巴列维,抹黑西方, 最终的革命也是他们推动和实施的,第二,男人们反对,巴列维解放妇女的行为, 使得长期男尊女卑的伊朗受到巨大的冲击,尤其是伊朗的男性群体, 他们反对对妇女的解放,反对妇女的裸露和脱离自己的掌控, 而且更加反对一夫一妻的制度,这些使得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群体, 成为反对巴列维王朝的主导力量,而且最后也正是一帮激进的宗教, 信徒引导了革命,实施了革命,也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, 使得妇女重新进步,回到伊斯兰教法,第三,社会矛盾, 在伊朗伊斯兰宗教下,虽然大家穷,但是相安无事, 但是巴列维的改革使得贫富差距加大,社会矛盾加剧, 这一切使得社会很大的不满,尤其是对巴列维王朝权贵阶层的反对, 让那些贫困的百姓聚集起来,正好被不满的宗教教师利用, 又聚合了极端宗教主义者,这三者合流,进行革命, 反对巴列维的改革,最核心的就是要恢复伊斯兰教法, 恢复以前大家穷的状态,最终革命成功了, 也确实是这么做的,探究历史真相, 发现背后故事,对待历史,必须较真, 更多精彩请关注还原历史真相返回邹虎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